謝謝主持人 我想這一題的答案對我來講其實是非常簡單 我當然願意公開所有競選的收入跟支出 來讓民眾能夠檢驗 因為我不喜歡作假 事實上在市長給問這個網站上面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認為競選公職本來就應該受到社會的檢驗 那這個當然也包括選舉的經費跟財務的透明 所以我已經承諾我每一筆競選的收入跟支出都一定依法登記申報 清楚明瞭沒有例外也沒有市長 那我也願意公開這個競選的收入跟支出公社會來檢視 那捐款的部分可能會涉及到個人的隱私 會涉及到個人的隱私 所以呢可能不一定在沒有獲得他的同意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主動公開這個捐款的姓名 但是我想我一定會依法申報 那公開這個收支的明細 那事實上 事實上我也在這個網站上面呢 已經公開的承諾說 當選市長之後呢 我會定期主動向市民公布我的財產狀況 到今天為止 我事實上所有的收入來源 都是因為在我們的事務所 我們的事務所每一筆的收入都是依法申報 那也就是說 我們從事務所拿到薪資拿到執行業務所得 那對這些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我們沒有任何的討論 我想這是我們事務所的風格 我從事公職 投入政治 我也一定會秉持 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不會作假 提供社會的檢驗 對我來講沒有問題 謝謝